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黎尔 娘 你看呀 都怪你呀 误回屋读书 在这里钻研什么呢 做笛子呢 不过现在竹笛已经成了竹剑了 做笛子干嘛 先生让你们带到讲习馆用吗 娘 你还不知道吧 我做笛子是为了向一个高人请教音律 高人 有多高 他多么高我不知道 不过他的音律水平那是相当高了 可以同时演奏七八种乐器呢 叫做编钟连奏 那他可真够厉害的 嗯 等我学好本事 我也能给娘演奏编钟连奏 什么编钟啊 大鼓啊 停停停 你还没演奏呢 我就觉得吵死了 听一种两种还行 要是多了不觉得吵吗 您不知道了吧 那可是高水平 哈哈 他既然这么厉害一定很出名吧 嗯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听说他是从魏国来的 叫做尸娟 尸娟 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 娘认识他吗 哈哈 我就不信拔不住你了 对了 早点回家 我给你做个好吃的 哼 知道了 说什么牛鞋 你说什么牛鞋 这根他说的叫做尸威 那自己装鞋 教堂 老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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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为什么张着嘴巴 我爹说 这样可以保护耳朵 你们张着嘴巴做什么 铁儿 你吹得太难听了吧 怎么了 你也要批评我 上尾巴了 我吹得不好听吗 其实还好吧 其实有点难听 铁儿哥哥应该找个师傅 在这一步教你吹鼻子 或者找个安静的地方多练习 不是星人 听不清楚旋律 还是不行 耳朵越来越差了 这种旋律的研造 竟然我听清了卷律 终于能恢复越岗 快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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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我的话 不然就交代了 上古金刀笔 接着吹 不要停下来 好 那个大叔是谁 居然可以忍受敌生 好不容易停下来 简直是助纣为虐 怎么不吹你了 不知先生 身姓大名 你不用知道我叫什么 但你必须告诉我 你叫什么 这位先生好人厚 果然是金刀笔 你在看什么 先生 我叫李尔 他们都叫我李尔 李尔 他们 先生好 您的忍耐力真强啊 李尔 你以后天天给我吹鼻子 怎么样 为什么 就凭你一直盯着我的钟锤 步步转睛 啊 今晚熬夜也要把新笛子做出来 为了得到上古金刀笔 只能这么做了 大叔 大叔 为什么会请你呢 我也不知道啊 咱们快找个小道 躲开大叔回家吧 小心吹得不好 拿不到上古金刀笔 恐怕没人比我吹得更难听了吧 太难听了 太难听了 我被震得听不见了 李尔 你笑什么 还有比我水平更低的人 大叔 嘘 你想让人家听到吗 什么名气 他想让人家听的 哎 奇怪 大叔没发现我们 奇怪了 编钟声音那么大 他居然都听不见 不会是耳朵龙了吧 难道我越感全失了 可那小子懂雕法吗 怎么这样 然后这样 再这样 是谁 黎尔吗 好险 大叔的耳朵好奇怪 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